受到气候因素的影响 今年的蜂蜜产量虽然减少 但是仍然不影响到台湾的蜂蜜品质 我们带您看到一年一度的国产蜂蜜品质评鉴 由农委会辅导台湾养蜂协会办理 选出13名的特等奖跟81名头等奖 并且在颁奖当天共同宣布推出 国产蜂产品双认证标章 而国产蜂产品的认证标章 必须要经过层层严格检测 才能取得 106年国产蜂蜜品质评鉴终于出炉 从127名的蜂农报名中 决选出13名特等奖和81名头等奖 农委会主委林聪前亲自颁发奖状 并和台湾养蜂协会共同宣布 推出国产蜂产品双认证标章 最重要现在台湾的蜂蜜本身我们蜜源不足 所以有很多的信口 那很多朋友也怕买到假蜂蜜 那我相信有这样的这个认证的这个标章 那一定可以买到货真价实的蜂蜜 同时也可以买到大家放心的 这个又安全的农产品 现在民众要挑选有品质认证的龙眼蜜更方便了 首先呢我们看这个瓶身是不是有国产蜂产品标章 以及QR Code的履历认证 那么在这个双认证的把关下呢 每一口龙眼蜜都吃得更安心 在六角形蜂巢的镇中央 有一只金黄色的蜜蜂 左右两边各有T和W的大写英文 代表台湾的缩写 这就是国产蜂产品证明标章 要获得这一个标章可不容易 必须经过一道又一道的严格检测 第一步 蜂农将产品逐批申请 经初步审核没问题 台湾养蜂协会才会派专员进行采样 采样之后我们每一桶都会贴上 我们养蜂协会的封条 采标什么都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才会通知业者 那到时候就是要查核说 我们验证的数量是不是符合 蜂条有没有被动过这样子 出品透过仪器的科学检验 没有通过相关的标准 就不能进到负品 为了确保我们的蜂的品质 这个安全来设定标准 让我们蜂能够有个遵循 那也能够确保消费者的安全 出品区通过中央续产会议 屏东实验室 以科学仪器检测蜂蜜 检验内容包括国家标准 CNS1305 11种抗生素和312种农药 出品通过才能进入负品 评检小组 由台湾蜂蜜博士张士阳领军 共12位产观学界的专家学者 观察龙眼蜜的颜色香气和味觉体验 公正客观评选最优良的龙眼蜜 太深的颜色也不行 太浅的可能是有参到荔枝蜜 所以光颜色还不是非常准 所以还要加口味 还要加香气 一起来评鉴 你今天有一桶蜜来申请 那我们就发给你一桶蜜的使用量 那比如说如果一般蜂蜜 是700公克蜂蜜 那你一桶这个龙眼蜜 这个300公斤 可以分装为406瓶 那我们就发给你406张的标彰 台湾养蜂协会自1969年成立以来 推动各项养蜂业务 并在2005年开始 推动国产蜂产品证明标彰 多年来成功提升国产蜂产品品质 促进养蜂产业发展 维护蜂农与消费者的共同权益 有这个标彰 大概是消费者普遍的要求 因为消费者目前认识 我们是一个经过验证 品质挂宝证的一个蜂产品之后 很多消费者都指明 我要标彰的蜂蜜 养蜂协会希望在未来 能够进一步的拉近 消费者跟生产者之间的距离 台湾蜂农近千户 养蜂香树约13万香 去年蜂蜜产量约8200公顿 今年受气候等影响 龙眼蜜产量仅去年三成 虽然采收量减少 但不影响品质 加上政府与养蜂协会 共同监督下 为消费者把关最优质的 龙眼蜜 主委 为大家恭喜致意 谢谢台湾台湾蜂农 在 请订阅 by bwd6